6月3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兰山的一声令下,广州体育馆内的六组气膜舱全部关灯。奋战了整整一个月的猎鹰号气膜实验室完成以精准检测助力抗击疫情的使命,迎来修舱的时刻。 通过很重要的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大数量的、高质量的来进行筛查。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的筛查超过了传播速度。这是很了不起的。 为其他的省市、大城市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对Delta病毒是如何的防控、如何的检测、如何的跟踪。 这个是在这一点意义上,大家要体会到,它具有全国的意义,它具有世界的意义。 据介绍,5月30日,猎鹰号气膜实验室迅速启动建设,仅22个小时就完成了气膜舱搭建及设备调试,并快速投入使用。 到6月30日凌晨,完成最后一批检测任务,猎鹰号气膜实验室已经整整战斗了一个月。 累计完成核酸检测仅150万管,超1200万人次的筛查。 在整个广东省呢,在最高的时间,在广州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室呢,我们检测的占比啊,占最高的时候是占到,在广州占到44%。 这里头有我们大家辛勤的劳动,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劳动使得广州地区把这个发病的人数降到最低。 这就是早期的发现,早期的隔离,早期处理。 所以你们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呢,我对大家的卓越的贡献,表示深深的谢意。 钟南山表示,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接下来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力量,从服务,研究等方面,更有组织,更高效地阻击疫情的传播。 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很重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首先一条发现病人,隔离病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在修仓了,但是修仓不等于休息,我们还要时刻保持警惕。 据广州市卫健委7月1日通报,6月30日零时至24时,广州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一例,新增出院病例八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